买不到机票,做不了检测,可以办签证延期或转换,留在美国。 最近有一些新的情况,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回中国,需要提交核酸和抗体的检测,二者均为阴性才可以登机。 需要在登机前48小时内做检测,然后完成认证手续。 如果中途在第三国转机,还需要重新做核酸和抗体检测。 抗体检测一般需要抽血完成,因为这个新变化,很多转机的机票不能再使用了,直飞的机票价格大涨。 另外,冬天快到了,很多人,尤其是老年人,担心在旅途中的风险。 海外中国使领馆也传达了消息,建议您坚持非必要不旅行原则,尽量避免跨境旅行。 综合考虑出行成本和风险,怎样应对和安排呢? 可以考虑在美国境内提交I-539申请,延期B-2签证身份,或者从其他签证身份转换为B-2签证类别,或者转 等签证身份,相应延长在每停留时间,避免因为身份过期而造成不便。 如果配偶和子女同时申请,他们可以提交I-539A表,上面提到的机票难买,价格贵,等机前48小时内的核酸和抗体检测不方便。 尤其是对于居住在美国中小城市的人和老年人,都可以作为要求签证身份延期或者转换的理由。 如果此前已经提交了B-2延期申请,还在Pending,尚未批准,但是又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时间。 那么需要办理新的B-2延期,和先前的手续一样,即使此前的B-2还没有批准也可以,只是需要附上此前收到的B-2延期申请收据。 B-2延期不止一次是可以的,作者自己就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。 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视频,如何在美国转换签证身份和延期。 虽然美国移民局放宽了对于这类I-539签证申请的批准,但是我们看到不是每个人的签证转换和延期申请都顺利批准。 移民局有时会发RFE要求更多材料,甚至会因为各种原因,包括申请人没有收到打指纹的通知,用错了表格版本或者写错了表格内容等等,拒调申请。 为了让申请顺利批准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 一,I-539表要使用当前的最新版本,I-539申请的邮寄地址比较复杂,根据你的住址,申请的签证身份类别等等,需要邮寄到不同的地方。 二,在提交签证身份延期或转换的I-539申请时,需要提交入境的I-94记录,证明申请人士和法入境美国的,对于转为家属签证身份比如H4J2L203等等的申请。 还需要夫妻关系的证明,并提供配偶的I-94,证明配偶也是合法入境的。 另外,如果你的配偶或子女目前在美国持H1BL101等签证身份,还要提供他他的I-129的批准书或者收据,除非你的I-539申请是和配偶的I-129申请同时提交的。 对于B1,V2,身份延期类别的5539申请,还需要缩命延期理由。 对于要转为B签证身份的,需要提供Statement解释转B签证身份的理由。 如前面提到,买不到直飞机票,价格昂贵。 在登机前48小时内做核酸和抗体霜检测不方便,都可以作为理由。 三,在I-53纠标里面,还问到申请人是否曾经在美国工作。 如果是,需要解释对应的工作签证或者工作许可时间,或者解释短期未经许可工作的理由。 如果不是,需要提供在美国生活的费用来源解释。 比如子女或配偶的工作收入和资产证明,这一点也比较重要,要证明自己或者通过家人支持,有足够财力支持在美国的生活,不会成为负担。 此外,一般来说,还需要表明,虽然目前需要延期签证身份,或者转换签证身份,延长居住时间,但是有一项在此后离开美国。 四,如果选择在网上提交,不能带家属在同一张I-539表上,每个申请人都需要有自己单独的I-539。 如果在网下邮寄提交申请,同时申请的配偶和子女可以每个人附上一张I-539A表,不用单独提交I-539,这样还可以省钱。 比如,你和配偶一起提交I-539申请,申请费一共是370美元加85美元加85美元,等于540美元。 如果在网上分别提交I-539申请,需要的申请费就会是370美元加85美元加370美元加85美元,等于910美元。 五五,每一位申请人都需要打指纹。 如果在申请提交以后,一直没有收到打指纹的通知,需要及时联系移民局,否则,如果错过了打指纹,申请有可能会因此被拒。 六,如果目前是B1B2签证身份或者H1BH4等身份,或者J1身份但是已经完成了豁免,或者不需要两年服务期,可以申请在美国境内转为F1学生身份。 但是在这种转身份的申请批准前不能开始在学校上课。 如果已经快开学了,但是转F1的申请还没有批准,可以联系学校,推迟入学,并获取新的20表。 还可以考虑提交一个Bridge申请,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。 在美国申请转身份和延期时要注意的桥梁申。 七,对于转F1身份的申请,在提交申请前需要收到学校录取,收到I20表,还需要证明有足够财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。 对于转J1身份的申请,需要提交DS2019表。 八,如果曾经是F1学生签证身份,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失去了合法身份,需要证明失去身份,是因为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,比如学校关门,砍掉项目,学分取消,个人健康原因等等。 九,在I539表需要回答申请人,包括一起申请I539的家属,是否曾经提交过I485,是否办理过移民签证,以及是否提交过移民申请I140,亲属移民I130等等。 但是,这并不是说提交过移民申请以后,就不能再用I539表转身份了。 请参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文章。 办了移民以后,还可以这样拿费移民签。 十,提交I539申请以后,可以在美国继续等待。 移民局最近重申的说法是, 我们最近刚有这样一位客户,在离职几个月以后,获得了EBA解除人才申请的批准,因为他此前一直有BR等签证申请在pending,虽然还没有获得批准。 他就可以提交I485绿卡申请,并且提到并没有在美国积累非法拘留的问题。 十一,提交I539申请以后,如果没有等到申请出结果,就提前离开美国。 那么一般申请会被拒,因为移民局认为申请人既然已经离开美国,原先在美国境内转签证身份或者延期的需求就不再有了。 但是如前面提到的,只要及时提交了申请,在申请pending期间,不算在美国的非法拘留天数,一般情况下不影响申请人过后持有效签证重新入境美国。 因此,即使已经安排了在未来的某个日期离开美国,也可以考虑在此前提交I539申请,以便cover启程前的这一段时间,避免因为身份过期而影响将来重新入境。 十二,如果I539申请被拒,然后申请人很快离开美国,那么也不算在美国的unlawful presence。 一般情况下,不影响申请人过后持有效签证重新入境美国,根据被拒的理由也可以考虑提交motion to reopen或者appeal争取更多机会。